第十二课 勇敢的小白兔 上次赛逃 输给小白兔的乌龟 这回学乖了 躲在城里不出来 小白兔使劲叫它出来 再比赛一场 但乌龟高挂也干白 这次不和小白兔比赛跑了 我就走在城里不出来 急死它 来呀 有本事就来攻城吧 从偶 从偶 我们是勇敢的小白兔 看好了 要飞挂脚 我的飞刀来了 给我顶住 黑棋这样挂脚对不对呢 不对 记住 对于站在小木位置的白棋 黑棋挂脚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方向 记住 一定要从正面挂它 请记住 这几种腥味挂脚的方法都是错误的 它们不是挂得太高 就是挂得太远 小飞挂脚 这也是小飞挂脚 一间高挂脚 一间高挂 大飞挂脚 大飞挂脚 就是小飞挂脚 就像这个有关 这样子里有没有 太远挂脚 在那里